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16日,欢迎收看本期的妄为独报,我是Cherry 中共外交部的几个发言人自从用上推特以后充分利用境外媒体言论自由的机会 将中共的精神元素深深植入自己贴文 但岂不知西方言论自由的根本特点是观点可以多元 但事实依据却必须实施求是,可惜的是他们恰恰搞反了 于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推特不仅没有发挥到当局所希望的战狼作用 反而迅速将中共试图操纵舆论的行为进一步暴露在世界舆论面前 3月15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上贴出中共喉舌影片 称意大利民众在阳台上高喊谢谢中国,甚至在街头播放中共国歌 意大利网络媒体指认华春莹在散播假新闻 当日,意大利网络媒体调查连线报道说 华春莹是中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 也就是说,她是中共宣传机构的领头人之一 其角色很明显地包括散播假新闻 如她在官方推特上的发言 另外,美国图片交易公司Gating Images 在3月15日拍下意大利罗马民众在阳台上唱国歌的情景 并明确表示他们唱的是自己国家的国歌 中共政府因为缺乏诚信 本来已经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 但是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赵立坚等 却不断在强化这种趋势 他们不仅举行新闻发布会时显得粗鲁 在推特上更是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以为可以信口词谎 岂不知在文明世界言论有自由 但撒谎却根本没有自由 3月15日星期天是中国的消费者日也被称为打假日 数十名民主倡导人士前往北京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门前 也对中国执政党开展了一次打假活动 高喊假的假的 称中共的政府、政治、治国理念、媒体等都是假的 随着今年的公卫事件造成哀鸿遍野 中共副总理孙春兰本月5日视察青山区淬炎社区 开员工管小区时居民们高呼假的假的 成为315打假日被赋予政治含义的强大推手 组织活动的洛杉矶民主党称 众所周知 中共是中国最大的说谎集团 从为人民服务到依法治国 从中国人民当家做主到社会主义价值观 中共的独裁统治手段之一就是谎言 来自广东的陈先生说 依法治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来自宁夏的马先生说 中国的灾难之所以蔓延到全世界 都是因为中共政府隐瞒真相 导致悲情扩大 罪魁扩首是攻中共 中国的消费者日演变为打假日 是因为假货让消费者深受其害 假货已经不足为奇 甚至司空见惯 假食品 假药物 甚至假文凭 假离婚都比比皆是 有网友调侃说 什么都是假的 只有假的是真的 来自浙江的大卫说 共产党的体制 做法都是以政权为目的 而不是以人民为目的 这是跟民主国家最大的区别 出现一切不正常的现象 包括假的 骗的 邪恶的 其原因都是来自于统治阶级 和以小撮利益集团的利益 而不是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 为根本目的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这个本质 揭露出来 才能真正促使中国成为 真正民主的 法治的国家 把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 作为最高宗旨 与此同时 明镇美国分部 在打假日与拉斯维加森 举行了会议 他们对大陆315打假日提出13个打假诉求 包括为人民服务 假的 人大选举 假的 人们军队 假的 人人平等 假的 在北加州倡导民主人士 也在旧金山中国总领馆前提出打假诉求 对于开源公馆小区居民的呐喊 假的 武汉作家方方评论称 作假就是这个社会的病根 从李医生等八人吹响 功声危机的口哨被高调训诫 到向外界公布真相的公民陈秋实 方斌 以及公开抨击中央的任志强的失踪 目前的困局 让中共政府深陷真与假的进退围股之中 洛杉矶民主党的抗议口号还包括言论自由 假的 对于每年一次的打假日 纽约时报曾经质疑 中国的打假恐怕是假打 该报指出 中国消费者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悲催的群体之一 他们承担着这个世界上最高的税负之一 养活着群体庞大的央企国企 同时又必须出钱购买这些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他们供养着一个群体庞大的公务员队伍 当自深深密安全与财产遭受到无良企业的毒害时 却悲速无门 今天在公卫事件的催化下 追求中国民主的人士注意到消费者的四项权利 安全权 知情权 挑选权和发言权 与公民的政治权利似乎异曲同工 甚至不谋而合 今年的公共危机造成中国药品对外供应断裂 印度也宣布禁止出口部分制药原料和相关药品 造成美国供应短缺 为解决此问题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最新表示 他正准备向总统川普提出一份 将医疗供应链从海外转移到美国 以在美国制造更多医疗设备和药品的行政命令 让美国降低对外国进口医疗产品的依赖 16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接受CNBC节目 Squadbox访问时承认 有在当前的情况下 美国出现了医疗设备用品短缺的问题 且在药品上美国的先进药品成分中 有70%依赖国外进口 纳瓦罗透露 为解决美国依赖外国药品的问题 自己正为川普总统准备一份 有助于将医疗供应链 从海外转移到美国的行政命令 纳瓦罗表示 包括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和美国国防部都购买了大量的医疗设备 而美国当局需要让旗下部门 能向在美国本土生产的 美国厂商购买产品 美国联准会费 为帮助美国经济对抗 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 周日一口气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调向足足一个百分点 至接近于零 并将至少增加债券 持有规模7000亿美元 美股期指应声重挫 标普500指数期间 大跌3.3% 是2600点 道琼工业指数 则大跌700点 一度触及交易暂停限制 投资人担心 FIT降息至此 会因此没有可抵挡 经济冲击的工具可用 美元对日元重贬1.1% 美国公债期货禁阳 FIT还宣布其他几项措施 包括银行可以从贴线窗口 借款长达90天 并将准备金利率降至零 FIT还与其他主要央行 将常备美元流动性 互缓安排利率下调了25个基点 美国总统川普文讯立刻表达赞赏 我听了十分的高兴 我要恭喜联准会 这是大张旗鼓的作为 我很高兴 他们办到了 Bringmore Trust投资总军 Jeff Mills说 我们需要的是大规模的财政措施 照最近财长谈话来看 很显然会推出 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发布声明说 将保持基准利率在零水平附近 直到有信心经济已经经得起 近期事件的冲击 并回到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 稳定目标的轨道上 最新行动将帮助支撑经济活动 有助强劲的就业市场状况 帮助通货率回归委员会的对称2%目标 3月16日周一 中国官方报告说 今年1月和2月 中国的消费支出和其他的商业活动 下滑幅度低于预期 中国恢复生产的努力 正在面对严峻挑战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零售业同比下降20.5% 工厂产出降幅13.5% 美联社称 这些数据比经济学家预期的更为糟糕 美联社引用荷兰国际集团经济学家彭艾饶的话说 这还不是噩梦的终结 要小心 中国政府已经放宽了一些防控措施 允许许多地区的工厂和企业复产 但是企业和经济学家表示 经济活动要恢复正常 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他们认为 美国和欧洲政府都采取了旅行禁令等措施 影响到中国的出口 复产的努力也将因此遇到更多的障碍 总部设在伦敦的凯头资本公司 的分析师朱利安·艾文斯·普里查德 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最新的数据说明 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收缩程度 比预估的更厉害 美联社引用这份报告的话说 三月份的数据可能会更糟糕 普里查德表示 一二月份还包括一月初 工位危机尚未大爆发阶段 所以情况还不是那么糟糕 今后复苏的速度会很慢 全球公共危机蔓延将影响出口的反弹 即便是中国工厂运转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说 民营企业的投资锐减26.4% 商业房地产销售下滑幅度高达40% 美国不但防堵华为 也担忧最先进的晶片落入中国之手 以华为为第二大客户的台积电 也面临压力 尤其是美国最先进的战机 也使用台积电的晶片 因此日经新闻披露 台积电正在加速演你是否要在美国设厂 而且可能是最先进的2纳米工厂 为了化解美国的担忧 两名消遣士向日经表示 目前台积电最先进的2纳米技术 内部正在积极考虑将其工厂设于美国 目前台积电对外都仅表示 不排除任何选项 报道指出 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及成本 是台积电考量的主要问题 台积电在台南设置的5纳米工厂 投入经费高达240亿美元 在美国设厂的成本只会更高 消遣士表示 除非美国的客户及政府愿意在设厂上 助一臂之力 否则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另一名消遣士也表示 台积电若在美国设厂一定是在西岸 那里供应商更多且有人才优势 报道提到 尽管美国尚未要求台积电断供华为 不过据传 为了施压台积电在美国设厂 甚至还曾联系台积电客户 表明有关仰赖台湾工厂 与两岸问题而存在的安全风险 从16日开始 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不但停发 父亲胡安卡洛斯一世的王室今天 还宣布放弃继承父亲的个人遗产 跟身陷丑闻的父亲保持距离 瑞士日内瓦论坛报 本月初曾报道 胡安卡洛斯一世2008年 曾收受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的1亿美元 这笔钱是以巴拿马一个基金会的名义 存入瑞士一间银行 据这则报道说 据称其中的6500万美元 是胡安卡洛斯一世要给前情妇塞维根西坦的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随后报道 52岁的费利佩六世也是基金受益人 这个基金会是胡安卡洛斯一世在位时所成立的 据王氏今天发布声明表示 费利佩六世说 他曾在去年4月向公正人明确表示 他不会接受相关基金会的任何款项 并表示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另一个基金会的受益人 据声明中更说 费利佩六世宣布放弃任何非法 或可能损害王氏信誉的资产股票或投资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 2014年6月宣布训位的胡安卡洛斯一世 至今每年仍可以获得超过19万4千欧元的津贴 以上是本期《万维读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